美国商务部对多国轮胎业寄出反倾销税率 中判结果泰峰轮胎输美恐遭科84.75%高税率 决定关闭中立场 因销售美国市场占比达八成以上 初期将对合并营收产生重大影响 对策 一本公司与董事会决议通过后 执行中立场全面停产 关产线解雇员工中立场同步建价 土地厂房公开标售 原本基于中立场重化价值的南港轮胎 精心布局恐怕被打乱 我们据算它的价值目前直到212以上下 那还有其他的旁边一个 之前已经变更过2012年变更过的一个住宅用地 那这个价值会远远超过刚刚估的一个数字 土地做公开处分的话 那大家不要忘了 当他手上有钱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引进白马骑士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 现在这个部分应该是 泰豐对南港的一个正式宣战的开端而已 市场人士解读 股东会全面延后 市场派四处集结势力 力拼股权过半 在股东临时会歼灭公司派 公司派也没坐以待毙 公告卖场卖地 办理现真私募找帮手 双方跟时间赛跑 你来我往布局经营权大战 三零新闻中文部导 好 好